大概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先寫出單一個 OK 其實就是怎麼樣呢 去把這個4 改成就是因為它會到103 所以把這幾個把它置換成 就是一個i就可以了 在這個cells你想直接放iOK 為什麼 因為它這裡面本來就是放數字 是沒有問題 但是在這個字串裡面 它不是數字 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要把那個 怎麼樣呢 把那個i放進來 必須要把它切開來 然後 切開來之後要串在裡面的話 一定要end符號 這個是規則 有的時候其實就是規則 你要記啦 沒有別的 技巧 大概就是要記得 串的方法就在這裡 雙引號 end 一加一個i就可以 其實以後還有一個技巧 如果你做好一個你複製貼 貼就可以了 用貼的也可以 因為你會發現 他們基本上是長一樣的 這一招的話呢 其實用在很多地方 就是你希望不要入字聚集 而且保有彈性的話 其實可以用丟公式的 但它的缺點就是說 你丟 到儲存格裡面的 會是 一大串的公式 也說你會發現把它清除 這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它缺點就是將你存檔 它裡面應該會存 檔案會變大 OK 而且 如果你希望呢 效率更快的話 這個方法倒也不是很好 所以 我們待會會講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幫我把 這裡面 的結果做完直接丟過來 丟過來看到的應該就是什麼 0911 這個 電話號碼的結果 怎麼寫 首先接下來一樣 切到Visual Basic這邊 那如果說我要處理完之後再丟的話 那其實呢 直接拿這個來改就好 清除 再複製 Ctrl鍵按住 那我乾脆這個名稱叫蒙號 其他都一樣 不用改 要改哪些地方呢 主要是改這個 等號後面 那這個後面的話呢 我先把它清除好了 這個執行這邊也可以直接 清楚 如果說我今天要放什麼 假設我今天要丟 他一定是09 開頭 所以我就丟09 OK 那執行 當然你現在執行是全部 不過他剩9 為什麼因為 如果你丟的 這個是數字 一定沒有0開頭 所以丟過來 一定是 這個9 剩下 那 再來的話 在什麼 後面要串一個什麼 把 這個東西 後面的東西 要串在後面 所以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帶到 09的後面 其實特別說 你可能要 慢慢熟悉 就是串接 end什麼呢 end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那我怎麼取得他 這個儲存格 取得這個方式 其實跟這個有點像 所以我把它複製 Ctrl鍵按住 複製然後把它改什麼 改成F 意思就是說 我取得這個儲存格的東西 放到這邊來 然後再幫我跟前面09串接 串接好之後再丟到這邊來 OK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啦 所以我們run一下看一下 執行他 有沒有 因為裡面一樣沒有0開頭的那個數字 所以0會去掉 那所以後面呢 再一個減的符號 空一個end 空一個 那end前後呢 不像 Excel不用加空白 VBA一定要加空白 那end一個什麼 減的符號 那減的符號因為它不是數字 所以 如果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0就被保留了 因為有非 數字以外的那個 那個字元 所以他就0 然後面的話呢 同樣的道理嘛 再來什麼呢 084 有沒有 007 所以後面的話呢 基本上當然我可以再控一個end end呢 那一欄叫什麼 那一欄是g欄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再複製到後面去 end 這個 這邊把它改成g 不過呢 這樣 這樣 過來的話 他會講 他會是應該是84 而不是084 他怎麼辦呢 前面我們用個test函數有沒有 把它000 那 其實在VBA裡面的函數 他跟eSale函數兩邊沒有共用 兩邊是分開來的 也就是VBA有VBA的函數 eSale也有eSale的函數 那VBA的函數 有一個 跟test很像 不過他名稱叫做format 所以其實用法一樣 那怎麼做呢 其實你可以 把test 改成 叫format 所以我直接打 叫format 前刮壺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84放進來 後面逗點 其實跟test幾乎一模一樣 雙引號 加什麼呢 0 0 0 後刮 後雙引號 然後後刮壺一下 有沒有 特別是要本來是這個資料嘛 那我在他的外面包了一個什麼format 其實這個跟test的用法幾乎一模一樣 前刮壺 豆點 然後跟他講三碼 後刮壺 這樣就ok了 還可以看懂意思啦 然後把它run一下 這樣的話呢 把它輸出 這個特別是要format是VBA裡面的函數 然後把它執行 有沒有 084出來 那基本上 做完應該已經很接近了 再來的話 再把什麼呢 其實應該一樣 減的符號 format 把這個改成 H 所以其實 從 這邊後面 end 記得把空白一樣 選起來 選到後面 然後複製 我習慣是 感受器 或者是拖拉加感受鍵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 改成H 好 大功告神 寫完了 最後當然要先確認一下 這樣open ok 所以把它run一下執行 這邊執行它 007 OK了 那你最後的話當然我就把 這個 其實當然再拖拉一個按鈕啦 不過我的習慣是 拿這個複製 貼到底下 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來改比較快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複製貼過來 大小會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因為這裡的同學說 每個按鈕都不一樣 怎麼辦 你用複製貼一定一樣 把這邊改成門號 重選一下 OK 好 那你想說有什麼差別 那你想說有什麼差別 執行這個 看一下 公式 對不對 執行這個 有沒有發現 結果是什麼 這個就是 它實際上是 把後面的結果 先串好之後 再丟到儲存格 那這個的好處相對 就是以後你在存檔的時候 就不會有存一大堆 的那個問題 就是它因為它就是把結果做完再放進去 它不是放一大堆公式 那所以 它的可能檔案會相對比較小 然後呢 它的效率相對也有可能某部分情況會比較快 OK 但是不是絕對的 我只是講一個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的撰寫難易度 哪一個比較簡單 上面應該比較簡單吧 你公司貼過就OK 這個的話你還要知道formate 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不知道formate 我怎麼辦 那你要 對就要想辦法 要查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formate 你可以打一個VBA 點 它也會出現 這個VBA點打不打都沒關係 因為如果你想知道 VBA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函數 你只要VBA點下去 它就會列表出來了 也就從上面到下面 這麼多個 這些都是 我在從頭 到尾算過一遍 100多個而已 B Excel裡面少 蠻多的 也就有些沒有 也就沒辦法對應到 那這個當然 如果你想知道裡面到底formate怎麼用 一樣 配合F1 它會跳出說明 不過這個說明 寫的不是OK 那你僅供參考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好 所以請各位 在這裡面想 封面函數 它裡面要怎麼傳職 等等的 不過這個感覺 寫給工程師看的 如果在這看不懂 沒關係 至少知道有這個東西 我把重點 講一下 1 把這裡面 清除部分 複製過來 改成門號 本來是雙贏號 2的話呢 就是把這裡面 加個09 然後呢 再串接F欄的東西 減號 然後再把後面用formate 其實跟test蠻像的 然後就串 串 最後的話呢 就直接把它做輸出 結果 就可以看到 OK類似長這樣 應該沒問題吧 試一下 畫面先 還給 各位一下 因為今天 才第2週了 我覺得我們 今天講的又比 上個禮拜又 跳了一個Label了 有沒有 其實難度真的 跳了好幾期 不過 這個如果你會熟悉的話 以後 你要做一些 工作上面效率上提升的話 我想應該有蠻顯著 的幫助 只是前提你可能 還是要對這方面 要熟悉 因為我一直強調 因為 VBA 最難的地方 就是要非常小心 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那 沒有別的訣竅啦 就是反正每天練習 每天就練得比人家熟悉就好 就不要打錯 再來就是說如果將來你要應用的話 就是要熟練 因為 我建議就是你一定要找機會 利用什麼時間練習 反正你上班時間只要用到Excel 我建議你就可以再多練習 像有些同學還蠻聰明的 反正上班 又可以來練習Excel 那這樣子等於是更好 因為 你要額外用自己下班時間在練習 其實說真的你下班就累了 上班時間如果有時間的話 除非可以 多把這些東西用在工作 慢慢其實就會非常熟練 請各位 試一下就是 剛剛那個 有關SUB 換接完之後的結果 一樣我有把最後完成的程式 放在雲端的第幾頁 一樣第14頁 第14頁裡面 的 這個地方 一樣這裡 有關 有關 有關